現在美股有貨航 開始上美股投資課 真的實際開戶 實際操作之後的經驗和心得的小分享 嗨大家好 我是蘋果媽 今天的影片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這半年開始上美股投資課 真的實際開戶 實際操作之後的經驗和心得的小分享 今天剛好是2020的最後一天 但你們看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2021新的一年了 就想說剛好在今年的最後一天 幫我做一個總結 欸 等一下 我這裡的暖風機有點太熱了 這一支影片呢 其實我覺得是給 如果你很想要做美股投資 建議大家事前可以先規劃 然後找好資料 你已經有一個概念在看這支片 我覺得會對你比較有幫助 因為我知道很多美股投資的影片 它有教很多美股要在哪裡開戶 不同的交易的手續費啊 不同的券商啊 然後還有 例如說你要買的是選擇權 ETF 或是普通的美股 這些不同的交易模式 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教學 所以我不想要再做同樣的東西 我今天就是用一股 過來人的心情在告訴大家 我自己犯了一些什麼錯 我覺得我明年想要調整 也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樣的錯 那有一些東西是我自己學到的經驗 我覺得這樣子對 新手來說進步是會有效率 而且比較快的 不會太投機的 所以我今天影片就想跟你們分享 首先第一個我覺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是拜託現在去開戶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我當時在網路上做了各種功課 查了各種的課程 然後做好了準備買了書 然後我去上了課 有一個老師還問我說 欸你開戶了嗎 我就說還沒啊 我先開模擬艙 他就很隨口的說 幹嘛開模擬艙 開模擬艙沒有用 你趕快去開戶 所以我是在上課的第二天開始開戶 現在美股有破行 所以你開一個戶等無敵霹靂久 我記得我是7月還是8月去上的課 我的戶頭到12月初才開好 三個月左右 真的等了很久很久 疫情今年3月開始 每股都超級低 然後大概6、7月開始慢慢的往上回彈 你就看著那個股價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然後你買不到 因為你開不了戶 沒有辦法入金 沒有辦法買東西 雖然說我覺得這段時間 也算是給我一個學習的機會 讓我的心比較穩定下來 可是我自己經歷過之後 我就是趕快跟我身邊的每一個朋友說 你現在趕快去開戶 因為開戶不用錢 他也不會要你先匯款進去 你先開戶 你就是有一個機會 等於你隨時拿這張入場券 你要準備好了 你要入金 你要開始隨時都可以 那美股開戶有不同的券商平台 我自己用的是TDMH 我覺得這個的介面是 我很喜歡 然後用的很順手也很好的 我的朋友們 幾個真的在做美股投資長期的人 他也是推薦這個 雖然說他開戶真的很久 可是因為他現在也是零手續費 我也是推薦我朋友開這個 我知道很多人就會說 E-TOLO或者是FIRST TRADE 我覺得FIRST TRADE也可以 可是因為他的介面沒有到這麼的好操作 如果你是買著就放了 不要理他 半年去看一次的人 你可以開這個 因為FIRST TRADE可能會開戶開快一點 他一樣零手續費 廣告一樣打很大 那我不推薦E-TOLO原因是因為 E-TOLO本來就是有一點投機的平台 它是一個高槓桿的方式 所以你也不是真的買到那一張股票 對新手來說是很危險的 雖然說他可以信用卡入金 可以用PayPal轉錢進去 他可以跟別人的單 但我覺得這三件事情 對你準備要做投資的人來說 他都不是好的事情 如果你需要用信用卡入金 就表示你可能沒有這麼多錢 你有可能在對賭 輸贏 如果你在跟別人的單更可怕 你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人到底超什麼單 你就要跟他 也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是不推薦大家 使用這一個平台的 如果你非常非常的懂投資 你想要去裡面玩 有一些人會用信用卡賺同利的價差 這些我不反對 但是對很新的新手 你準備要踏入這個新的領域的時候 我不覺得你需要做這麼投資的事情 我們就穩穩的賺錢就好 不然你可能就因小失大的賠更多 講完了開戶以後呢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選擇你學習的管道 我要推薦兩個平台 是我上課的平台 我是真的都有上過課程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都有在上課群組裡的 第一個是Yale的課程 它是線上的 然後價格很便宜 但我上過以後呢 它是可以一直一直重複複習的 我自己覺得Yale的課程比較偏向是上班族 你的人生95%的時間 要花在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 你的玩樂 你只想分5%的精力來投資 不想要花太多時間 你不要搶起盯盤 你最好就是越來越不用鬥腦越好 Yale的課程很適合你 前面半段先教你怎麼樣計算自己 如何達到財富自由 你需要多少錢 你才可以退休 然後搞清楚你的財務狀況 中間半部呢在跟你介紹市場上不同的投資工具 比如說不同的債券 然後ETF 基金 股票 這類型的產品是什麼 如果你是對金融知識一點概念都沒有的人 很適合看他影片 你是一個學習基礎很好的機會 那後半部呢可能大部分是會教你怎麼樣選擇ETF的標的 因為他自己的投資方法就是選擇不同的ETF搭配 配合成一個符合你需求跟你自己喜歡的投資組合 然後你就不太需要變動它 可是你這個投資組合 基本上是會一路投資到你五六十歲七八十歲退休 甚至你可以直接傳給你的小孩的 它不會是一個大賺錢的投資工具 但他絕對是很穩定很穩定 平均大概三個月到半年 你更新一次你投資組合就不要再動腦的人 除非遇到什麼重大問題 你可以去檢查 但你真的不要去看 因為ETF投資本來就是一件很慢的事情 他真的是不會很快速的看到成果 就是要有耐心 第二個課程是我有去上的 它是BOS的巴菲特學院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呢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也非常非常推薦 我上完以後也很滿意 我會把Yale的課程跟BOS巴菲特限量學院的課程的連結都放在底下 然後巴菲特限量學院的課程 它有提供給我的粉絲一個免費聽分享會的連結 我覺得分享會的資訊也很多 你可以去聽完再決定你要不要報名這堂課 Yale的課跟巴菲特這堂課的價格有點落差 巴菲特的價格真的不便宜 它跟股票老師投資的課來說它不是貴的 但它對一般上班族來說 我覺得是我報名前需要想一下的 可是我自己上過課以後我真的覺得無敵的超值 我覺得這筆錢是絕對可以賺的回來 然後我學到的知識也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巴菲特的課呢它大部分都會是個兩天的課程 八九點一路上到晚上七點多很扎實 而且如果你沒有一定的理財基礎去的話 你可能頭會有點痛 可是是可以讓你聽得懂的 因為它就是很快速的把所有該學該教的在兩小時教你 告訴你該怎麼樣選好股票 告訴你該怎麼樣分配比例 然後去規劃出屬於你投資的不同的股票 所以這個巴菲特線上學院的方式 它就是用股神巴菲特投資方式 它就是教你怎麼樣去找好的公司 然後重點就是要長期持用 你在上這堂課的時候它其實會有很多的作業 然後你會分組討論 隨時也都有老師可以問 你就會在這一堂課之間知道怎麼樣找好的公司 我自己就是上完課 然後照著它的邏輯去挑選股票 那選出來只要是他們認定是好的公司的股票 分數是高的 基本上你就是買它穩穩的放 它是基本上不會倒 也不會有太大意外的 對新手來說是很安心的 所以你不需要去看線圖 你不需要每天去聽新聞 你也不需要去看很多人的評論 我還覺得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因為它的社團很長期的在運作 所以我自己的方法就是 如果我今天看到某幾支股票是我有興趣的 我會用股票代碼去 有上課學員的社團裡面搜尋 然後就會找到不同學員幫這支股票做的報告 或是不同的老師對這支股票的評論 那也會有很多人分享他買了 或是他自己是什麼看法去看這支股票的 這支中間我可以更快速的學習 因為我可能在別的地方別的平台 我沒有辦法快速的找到這些資訊 上這一堂課學到資訊 下課後我可以在這個社團裡面 得到學員的回饋 然後老師隨時都可以提問 有任何問題都有人可以跟你討論 這些東西是我非常看重的 我在YAO的課程也有加入社團 我在巴菲特縣上學院的課程也有加入社團 那我在這兩個社團裡面其實都獲取到蠻多資訊 對我來說比較是一個去上課 很有收穫的地方 那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就可可說 他的朋友也去報名了巴菲特有選擇權的課 他也說其實那個選擇權的課 不知道幾個月就把錢賺回來 他覺得很值得 只是那個選擇權的課 你需要更更燒腦更更認真 所以我還在猶豫我明年要不要報名 先分享的開戶 再講上課的原因是 等開戶的時候你可以消磨擬場去練習你自己的投資敏銳度 跟你對這些股票的熟悉度 中間你在花時間去上課的時候 你又再進一步的複習 然後再進一步的精進你自己的實力 等到你其實都準備好了 剛好也可以錯過那個新手最浮動的時期 就是首養時期 等到你戶頭確定開好可以入金的時候 你差不多已經準備好 你到底要投資哪些股票 可能也剛好可以等到他很適合的合理價買入 這才是我覺得新手投資美股最需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還有遇到一件問題就是 新手其實真的很容易首養 我剛開始真的是照著課程上交的 就選好公司然後買 就不想了 結果因為你就是碰了一個新東西 每天就很開心 想到還是會看一下看一下看到他有跌 你就會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長了你又想說好像很開心要不要加滿 所以你的心就會很浮動 但我覺得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本來對這些股票代碼是沒有興趣的 對這些產業也是沒有興趣 可是我就開始習慣了 因為你有投入了你的錢 所以你就會更認真更用心的去查 很多人都講說你不會投資股票 你就是把錢丟進去你就會了 你就是做中學 所以我現在就是每天起床 我就會聽鼓愛的Podcast也蠻好聽的 YouTube上有不同的YouTuber會去分享 每股的財經知識 然後跟他會分析今天的盤 然後明天的盤或各種的預測 我會把幾個我常聽的整理在底下 這幾個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可是我覺得YouTuber分享的東西 因為他們是很常做短線的人 所以他很常會告訴你 這幾支股票是可以買的喔 這幾支股票是可以做一下短線 他可能會在前段時間擾亂我自己的定力 所以我就會想說好啊那我來買一點 那這個也買一點那個也買一點 可是我根本就不太了解這支公司 也不太了解這支股票 這樣亂買亂買 就會搞得我12月其實本來是有獲利的 那最後在那邊胡搞瞎搞完半天之後 我總結到現在 本來可以賺個一兩萬塊的錢 被我搞到只剩下六千塊 有點像是整個月瞎忙一搶 大概前一個月我聽的時候 我真的是聽完我都會做筆記 然後我想說好那我今天晚上要來插那幾支股票 我要去算他的合理價 我要來去算他是不是好公司 但到現在我就是已經很明確的知道 哪些東西是我要的 哪些東西是我不買的 我可以聽然後我可以吸收資訊 我可以知道現在產業的情況 但我不會因此而動搖的想要去抄個短線 這也是我這一個月操作以來 覺得收穫蠻多的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先開戶 然後直接開一個TD的模擬艙 你就會有20萬美金可以花 你就在那個20萬美金那裡狂買 任何你想要的 邊買的時候你就可以邊研究 你身邊的所有星巴克 Netflix FB Google Airbnb 然後Visa Mastercard 或是你要按碼去LV 邊買邊研究 然後邊去思考哪些是你要的 然後強烈建議大家真的可以去找個課上 所以就是開戶練習模擬艙去上課 同時你還可以多聽一些 在講股票投資的YouTube頻道 或是Podcast 然後每天聽到 就大概會有個基本概念 當你沉浸在這個環境裡面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你一定有非常好的基礎 你的心態也很穩定 你本來該走錯的路 可能在模擬艙練習的時候已經錯過 你不會再錯了 所以你就是照著你設定好的標的 然後去擺進你想要的股票 然後就這樣穩穩的做 我覺得成果一定會是比新手一開始就是 橫沖直撞的亂買啊亂聽啊 買的更好 那希望明年開始我可以操作的更好一點 如果操作的更好一點的話 我預計會大概兩個月可以跟你們更新一下 我的投資近況 順便也是督促一下自己 然後讓大家一起盯著我 不要手癢亂動股票的APP 那就喜歡你的喜歡今天的影片 下次見 掰掰